这个总调势中心相当于咱们中线心脏 或者说是大脑 中线这是1432公里的工程渠道 就是有64座节制闸 51座控制闸 97个分水口 我们就是通过调度这些闸门 来保证这个水平稳的安全的 及时的输送到沿线的地方的各个口门 最终进入水厂 到达各家客户保证用水的安全 从14年12月12号正式透水以来 我们累计掉水超过了是516亿立方米 像北京70%的成绩用水 每天都是用的南水北掉的水 像天津主城区 都是用的南水北掉的水 效益发挥的非常的显著 我们可能会给你们看 而是有处理这样的 我们可能会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可以看